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6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妄为独报》 我是Cherry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推荐我们的节目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中国经济见底 但传媒却依然营造一副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 忽悠普通民众 即使连中共高级官员的话语权都受到了严格限制 据报道 人民银行行长潘公盛在11月底的演讲中透露 中国经济在清零后步履蹒跚 转型艰难 然而在转播中 北京删除了潘公盛演讲中的关键字句 企图向中国民众隐瞒政策失误 上周 潘公盛在香港金管局与国际结算银行高级别会议上 警告香港银行家 北京经济正在踏上漫长而艰难的转型之路 经济转型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 但又必须走的过程 然而 当中共控制的媒体向国内听众转播时 漫长而艰难却被删除了 针对中国观众的演讲也几乎没有透露转型的具体内容 观众只是听到其目标是高质量和可持续增长 目前 导致中国经济实力放缓的关键因素 包括房地产行业低迷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事实证明中共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支持措施作用不大 这加大了当局推出更多刺激措施的压力 12月5日周二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在最新报告中 将中共政权主权债券评级展望 从稳定降至负面 引发国际哗然 中共财政部表示对穆迪的决定感到失望 并称穆迪的担忧是不必要的 然而 继大陆中国后 香港和澳门同时被国际评级机构目的 调低信用评级展望至负面 目的直指 这反映目的对中港之间紧密的政治 制度 经济与金融联系的评估 中共法院资料显示 中国借款人违约率已飙升至历史新高 凸显中国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 根据数据 20年新冠疫情爆发出区 因无法偿还欠款而被当局列入失信黑名单的只有570万人 目前已突增至854万人 他们中大多数人年龄在18岁至59岁之间 占中国成年劳动人口的1% 欠款包括房贷 商业贷款等各种贷款 今年北京高层最大的政治震荡 就是两名国务委员秦刚和李尚服 及火箭军高层的落马 美国政客最近披露秦刚或已死亡 而火箭军高层的全部落马并牵连到李尚服 则是由于俄罗斯副外长向习近平的告发 政客的文章说 据几位接触中国高级官员的人士透露 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在北京的真正任务时通知习近平 他的外交部长和几名解放军高级军官 已被西方情报机构所利用 中共的核武器计划近年来大规模扩张 据了解中共高级官员的人士透露 俄罗斯副部长鲁登科给习近平的信息包括 指控秦刚和火箭军高级军官的亲属 帮助将中共核机密传递给西方情报机构 其中两人声称 秦于7月底在北京一家治疗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军队医院中 死于自杀或酷刑 美国政客文章还认为 秦刚案与之后发生在火箭军被清洗事件有着直接关系 并以火箭人为专题介绍说 据几位与高级官员接触的人士称 秦突然失踪的真正原因是卷入了一起更为严重的丑闻 涉及国防部长和指挥中国火箭军的将军 该部队负责监督该国的核武器计划 文章深入分析说 随着习近平铲除所谓的敌人 外交政策和国防官员正在消失 这是北京高层部稳定的迹象 而自2012年上台以来 习近平无休止的清洗行动 已导致数百万官员下台 习近平主席的朝廷里 有些东西已经腐烂了 当世界因中东和乌克兰的战争 而心反意乱时 一场次大灵事的清洗 正在席卷中国及其秘密的政治体制 对全球经济 甚至该地区的和平前景产生深远影响 中共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 不明原因失踪和被免职 只是两个例子 这两位都是习的忠实拥护者 在今年早些时候失踪 前几个月才被精心挑选 和提拔 同时政客杂志也说 另一个不祥的征兆是 李克强的一年早逝 他是中国最近退休的总理 共产党的二号人物 据说他于10月下旬 在上海的一个游泳池里 死于心脏壁 尽管他享受着 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条件 他去世后 习近平下令大幅减少 对他的前对手的公开哀悼 充满了暗示的意味 另外政客杂志说 一位英语流利 经常参加国际会议的 中共高级金融官员 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政客杂志 他无法再参加 即将在中国境外举行的活动 也无法通过电话发言 近几个月来 他和数十名高级财务官员 一起被免职 这些官员通常是在被指控 腐败后被免职的 该官员的一名同事表示 他目前因距离美国太近 和可能是间谍而接受调查 政客杂志总结说 这似乎是任何过于热衷 与外国人打交道 不可避免的命运 看来除过秦刚和火箭军高层 与西方情报机构有联系 遭整肃外 似乎暗示习近平也不放过思想上 亲西方的总理李克强 和其他一众高层官员 根据CNN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5日表示 如果川普不参加24年总统大选 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还会寻求连任 拜登12月5日周二 在麻州的一场竞选筹款会上说 如果川普不参选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参选 但为了我们的国家 我们不能让他获胜 在拜登发表这一引人注目的言论之时 即使是坚定的民主党选民 也对拜登的年龄表示担忧 上个月拜登刚满81岁 已是史上最年长的美国总统 不过拜登的盟友和与他往来的人认为 拜登的身体状况足以胜任 并指出他一直依照白宫医师的建议进行锻炼 现年77岁的川普 在共和党候选人之中遥遥领先 一些民调显示 如果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由拜登对决川普 拜登可能失利 部分原因是选民对拜登年龄担忧 许多选民也认为 在川普的领导下 美国经济可能会更好 川普周二表示 如果他再次成为美国总统 他不会成为独裁者 此前包含 拜登总统在内许多民主党人声称 如果川普赢得24年大选 美国可能成为专制国家 在福克斯新闻的市政厅节目中 川普被问及 如果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他是否成为独裁者 并滥用权力向对手进行报复 不 我不会 除了第一天 川普说 他表示 在他所说的第一天里 将利用总统的权力 关闭于美国南部边境 并扩大石油钻探 除此之外 我不会是独裁者 川普说 在节目中 川普还说 他预计拜登不会在24年 成为民主党候选人 理由是拜登的身心健康状况 当被问及 他认为 谁将取代拜登 成为明年民主党提名人时 川普表示 可能是加州州长纽森 12月6日 周三 意大利政府表示 已经正式通知北京 决定退出中共倡导的 一带一路计划 这表明中共之前 对意大利的软硬监视 不起作用 也表示 中共的扩张计划 遭到了新的打击 据意大利晚邮报报道 这一预计已久的决定 罗马已于三天前通报北京 但双方均未发表任何官方声明 一位意大利政府消显示 向法新社证实 一方已经退出 但没有透露细节 只是说 其方式是为了保持 政治对话渠道的畅通 彭博社报道 周三 意大利外交部长 安东尼奥塔贾尼 在安迪Kronos 媒体主办的 罗马活动上表示 一带一路并没有对意大利产生预期的效果 并且不再是意大利的优先事项 几个月来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 梅洛尼领导的政府 一直在做准备 来结束习近平领导的这一计划 一带一路是中共在亚洲 非洲和东欧建设基础设施 并扩大其影响力的旗舰项目 全球有150多个国家 与中共签署了一带一路协议 2019年 罗马决定跟中共签署 一带一路计划 成为唯一加入该协议的七国集团国家 这令其西方盟友 尤其是美国感到失望 当时的五星运动党领导的政府认为 签署一带一路将增加意大利的贸易 同时获得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但是两者都没有实现 美联社报道 在此期间 意大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从200亿欧元激增至480亿欧元 而以前媒体头条大肆宣扬的 中共对意大利港口的投资从未兑现 意大利政府今天的表态 结束了外界数月的猜测 意大利的决定几乎一定会激怒北京 中共驻意大利大使贾贵德曾恐吓说 如果意大利鲁莽的决定撤出 将会产生负面后果 随着美中紧张局势升级 意大利跟欧洲大部分国家一样 与中共的关系陷入了困境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违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